其实不光是氢弹 导弹 原子弹 人造卫星 几乎都是这样 从零开始 当时有一个口号 边干边学 干成学会 尤其是1958年之后 中苏关系恶化 苏联单方面私会协定 撤走专家 绝大部分图纸资料 也都被带走或者烧毁了 为了推算原子弹方程式 邓家仙带着十几个人的团队 三班倒 没日没夜的算 算出来在和他早年 听苏联专家讲课的笔记和对 一年的时间 他们一共算了九遍 但一直有一个关键数据对不上 这个时候 理论物理学家周光照 从苏联回国 经过反复论证 最终发现是苏联的资料有误 这就是著名的九次运算的故事 但正是这九次运算 夯实了我们的理论基础 更坚定了我们的自信心 让我们知道靠自己能行 我们的只信心 请下转护地